这一节我们研究一下小数在内存中的储存 小数这个事情是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首先很多的安全上的隐患 其实都和小数有关系 而且这种隐患都是那种和钱有关系的 一说这个是不是就来精神了 就是国内的现在已经是比较大的平台了 就以前他们刚做支付业务的时候 他们就被搞过 但后来我看没听说他们报警把人抓到什么的 但是他们被搞过这个事是前真万确的 哪个平台我就不能点名了 我不能给自己找麻烦 然后剩下现在还有很多小平台依然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比如说兼职或者某种原因 你在他们那有一个反正是有了一个额度 比如说对典型的应用 就是你有一个1000的额度 然后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可以提线或者你可以买东西 那么正常来讲 比如说你要提999 999是不是小于1000 好那这个时候没问题 那如果说是我输入一个大的数怎么办 正常来讲如果你不用这个漏洞的话 你比如说你输入个1001 那肯定给你驳回了 这还用想吗 他这个就是这个正常的判断是能够完成的 说不是说他忘了判断你这个大小了 不可能是这么低级的错误 然后接下来 用这个漏洞能够达到什么效果 你这个时候输入这个1001 他就能够把这个判断给你绕过去 接下来你这个1001 如果说他是那种自动打款的机制 连接了银行的接口 那么这个钱就会到你账上 当然这是个违法的行为 我提前告诉你们 不过作为搞C语言 咱们做编程 那么这个事儿咱们是不是得弄清楚 所以今天咱们主要就是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当然了又是一个特别底层 特别原理的一个内容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又是一个蓝标内容 就是我们之前说了 就是蓝标课题 它就是比较难 或者说是比较深入的一个东西 不过没学明白 不影响你后面的学习 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 至少要知道这个事儿 那么除此以外 国外还有一个银行 这个新闻还报过 他们被黑客打劫了 大概是7000多万万 7500多万美金 当时反正我看了 他们的很多的细节性的内容 就看完细节性内容 我基本可以断定 它里面不管用了什么别的 比如说社工的方法 或者其他的方法 但是这个漏洞肯定是参与了的 就是用了用到了这一点 是百分之百的 接下来如果说说的比较近一点的 这个漏洞还有什么应用 我想一下 游戏 你不是说游戏外挂 游戏外挂里面经常有个功能 叫做瞬移 那么这种瞬移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利用的这种漏洞 我这有个游戏 刚好有这个漏洞 我完了有时间的时候 我给你们做一个小东西 让你们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去完成 这个瞬移的过程的 还有别的小应用 别的小应用好像没啥了 反正小树这个事情 它就是这样 第一它存在这种安全上的问题 第二它还有一个问题 是精度上的问题 精度问题 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 无所谓的 就不会因为精度问题 因为它那个精度偏差特别小 就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你这个树实际上 你看到的是9.0 但实际上 它在内存里是9.00001 就偏差这么个东西 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咱们来讲 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你左算右算 可能这东西就没了 但是对于那种高精度需求的情况下 这个事情就出问题了 你比如说 美国打海湾战争的时候 他打伊拉克 然后当时就发了 伊拉克打他的时候 用飞毛腿导弹 美国有爱国者 就是反导系统 爱国者反导系统 正常是拦截个飞毛腿 是很轻松的 但是有一次 有一颗飞毛腿导弹 他就真的没拦住 就把美国军营给炸了 其实美国整个海湾战争 没有死多少人 但是那一次 他就损失就比较惨重 就这一次就占到 整个损失里面 很大的一个比例 那后来 当然要复盘 说这事到底怎么回事 就看他的爱国者导弹的 系统的整个设计 最后就发现 就小说后面 有一个很小的偏差 最后这个偏差 在那次可能比较寸 各种运算以后 因为导弹的速度 它肯定特别快 所以这个一偏 就偏出去很多 就好像最后 偏出去500米 到600米的一个距离 最后这个当然就拦不住了 那当然就后来 就出问题了 所以基于小数的 各种问题 我们也肯定是要 把这个事情给弄清楚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在国内的很多的 这种有经验的公司 他们都是用整数来代替小数的 说这怎么代替 你比如说 我这个表示价格的123块9毛9 那我就用整数12399来表示了 然后最后显示的时候 我想办法给这个地方 加个小数点 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实际在数据库保存 或者说我核心依据的时候 我都是依据的整数 游戏里面比较出名的 你比如说剑侠情缘3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他们在处理坐标问题的时候 他用的就是整数 正常来讲 坐标肯定是一个小数 就是因为你跟显卡3D游戏 你跟显卡做交互 他原生的 你在3D游戏的Direct库里面 他本身用的就是小数 就是用的浮点数 但是他用的是整数 最后我在想办法 给你转成浮点数 去做这个 这个也就规避掉了很多的bug 所以一个好的建议 就是能用整数的地方 就先不用小数 如果用小数 那么就麻烦你把今天这个 看清楚看明白 因为这个就是决定的 你跟别人的差距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小数的保存 在历史上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 最早的一种方案 叫做定点数 什么意思 就是他先假定 你这个小数点的位置是固定的 你比如说商品 那是不是一般来讲 比如99块5毛3 这个99是不是代表的圆 5代表的是角 3代表分 反正你就后面两位 在后面呢 我也不跟你算了 是吧 所以没有后面的内容 所以我就假定 你这个就有99.53 然后接下来保存到内存里面 我就把9953给保存进去 所以小数点怎么办呢 小数点我通过编码的问题解决 那么我就约定 这个小数点就在这个两位 所以 第一的他这个保存 大家想想是不是特别简单 换你现在你也能保存 尽管你保存那个方法 跟他那个方法 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那么保存很简单 就代表着CPU在处理这个事情的复杂性上 它其实是比较简单 就比较节约CPU 对CPU的要求就比较低 那么另外来讲 它的精度可以做到很精确 这个变相的说什么 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 它就不精确 咱们前面也说了 是吧 那么 CPU这个 储存简单 对于CPU的要求低 是吧 这本来是一个速度快的 是一个优势 但是你想想 它是不是这种两个 就比方说只有这两个小数的 这种情况 是不是特别少 小数是复杂的 比方说你给我保存一个援周率 它是不是3.1415926 那你要保存这个 那是不是它又是一种约定 所以说它的编码 就会有各种编码出来 所以编码很复杂 幸亏我们现在是 是在学咱们这种方法 不然的话 你要是用这个方案的话 你现在光学这个小数的 这个储存 你估计就得累死你 然后接下来浪费空间 其实浪费空间 不是什么大的缺点 因为第一保障的 我们可能要保障CPU的速度 但是浪费空间 带来的一个问题 它不是一般的浪费 它是相当浪费 我们前面说过 内存和CPU通信这个事 因为你极大的浪费空间 这个时候你从内存 读取数据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大量的 占用CPU的带宽 本来你是挺快的 但是你极大占用CPU带宽以后 你这个速度 它是不是又给 就这个地方是优点 这个地方又下降 但综合一算 你速度还是蛮 所以定点数 现在已经用的很少了 但是定点数的设计的思想 就是它保存数的方法 其实我们在浮点数里面 还是见解了 那接下来就说 咱们现在这个方法 现在咱们这个方法 叫做浮点数 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 你看浮点浮点 浮的这个点是什么点 是吧 不是凸起来那个点 是吧 是这个点 是这个小数点 不是 你这个小数点在哪里都可以 你比如说我有个170 不好意思 那就是170.0 那么如果按照咱们之前 它是不是170.0000 你要把这个0000 就定点数 你这个0000是没办法省略的 你要保存进去 像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0都可以不保存 所以浮点数 大家第一个节约空间 它的整个的 有一个统一的编码 那么这个 它后来就变成一种规范了 浮点数的设计 也是有很多种设计的 那么现在通用的设计 在计算机里比较主流的 那么叫做IE1754标准 I开头的说明 这是一种国际标准 这个倒也不算标准 就是它应该是算一个 就是协会 所以这个全称应该是叫什么 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 就类似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协会里面 他就提出了很多规范 那么这个754规范里面 就讲了这个浮点数 怎么保存到内存里 那这个咱们就不推了 像整数 我们是要把那个思路推一下 像浮点数 这个我要给你推的话 咱们就推好几年 因为它的这个出现的分叉太多了 我们所以就直接就来解读 IE1754的这个规则 然后弄清楚第一它的原理 第二它的这个漏洞 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咱们开始了解 这个IE1754的设计之前 咱们先自己简单的思考一下 如果是我们 我们会怎么做 因为本来今天这个 它其实就是一个 它也不讲语法 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 动脑的事是吧 那我们干脆就动得彻底一点 你看我们先首先解读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符号 然后有整数 然后有小数点的位置 然后还有小数 所以这里面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有了 这个基本上的四个要素 那么有没有优化的空间 那么我们会怎么做 大家可以简单的去思考一下 搞一个头脑分爆 因为兴许你搞的这个设计 将来就超越它 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觉得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IE1754 它的这种方法 在了解它这个方法之前 那我们必须要先掌握一种新的技术方法 叫科学技术法 如果说对这个东西已经知道了 你往后跳往后拖一拖 科学技术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 就是一听这个科学技术法 跟咱们这个老百姓用的这种 节省技术法 是不是就马上就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 就是人家主要是用来记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数 你比如说 380000 你比如说后面一堆零是吧 那这个书写起来 是不是特别的不方便 那这个时候就有了一种 比较科学的方法 好